紀事八極拳 紀事八極拳 它比較完整 他從開始一直到最後大概都有 那八極權顧名思義的八極 八極極是極大的極 中國人對以前的古代說中國有多大 他說有四面八方擴置於八極 就是極大極遠 我們世界有這麼大 那用這個八就是我們講的東南西北四個角 這個八個方向炸開的力量擴大出來叫八極 也就是說你要把有遠點的力量 我們講遠點的力量叫太極 太極叫還沒有像那個炸彈還沒爆炸 像太極裡面蓄滿了能量 然後突然之間出去了 對 四散出來叫八極 所以八極的定義他的根源就是擴展到四面八方 也就是說他把身體的頭 肩 肘 手 尾 膝蓋 腳 這八個點要發到極致 所以當八極拳用一拳打人的時候 他不是這樣的一拳 他的動作是全身的力量去打 他把力量全身到一個力量去發揮 他不是 只有這樣 他是用全身的動力去攻擊一個點 這就是八極的意思 也就是說我打人的時候我要把我全身的力量發揮到極致 就是一拳上去的時候是全身的力量一起進去 而不是這樣 他是whole body 他是一動全身要動 他這個東西怎麼動就是一個 對 他不會分三個 明白 他怎麼動就是一個 這就是八極的意思 我第一次見到我二婆說 他說你們有六大開 他跟我講他說 六大開其實是打的意思 把你們打開 六個開門的 六個手 那我們很直接講的話就叫 デ Vitamin 只要有幾個方法 就是一個多手 你現在看這個角度 這邊叫 speaker 對 那這個呢 這是你的 他媽 所以叮抱 这个面叫胆 所以胆就当你 当你这叫胆 对 胆的意思 就是敏南语叫大啦 弹啦 提呢 这叫胆 那胯呢 这叫胆 谢谢你 禅呢 这个地方很禅 一接手就有禅的力 圆的禅力 这六个就是八级拳的根 他用这六个开你的手 所以八级拳他的名字叫开门 内宫八级拳 什么叫开门 打开你的门 这六个手法来破你的门户打开 开你的直驱进来 所以叫开门 那内宫呢 一般认为八级拳 把八级拳认为说八级拳是很刚的 那是大错特错 八级拳是讲内宫的 我教八级拳非常松的 不松你没有沉醉力 力量都在上半身 所以八级拳 我们一走 它是松弱 它的下盘是松的 上半身是放松的 所以呢 重心在下面 所以呢 沉醉力量要有 这个沉醉呢 就跟我们的内宫是相关的 你上半身不放松 你的力量不会沉醉 你重心不会下沉 外面很多练拳的 那个都空的 没有下盘 浮的 就像这个一样 你没有下盘 所以 所以是叫开门内宫 八级是我刚刚讲的八级 所以八级拳你不懂得放松 你练出来的八级拳 外面空 都是这样 大部分都是这样 那事实上 他们对八级拳不是很了解 八级拳是非常沉醉松沉 它这不松沉 它的力量 下到身体的力量 你沉不下去 没有醉力 对 没有醉力 你的 你的劲就没办法整 你的沉 稳得出来 我刘老师教的东西 他 他因为学生很多 他一直叫我们放松 可是呢 很多人都不会放松 不知道什么叫放松 大家都会放松 我很松啊 我每个都很松啊 可是呢每个都很硬 那刘老师天天有说 你没有让你们的这个身体啊 这个安静若胃 他说啊 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衣架 一根棍子 你的五脏六鼠是挂在这个衣架上 所以你这一根 衣架这一根就是你的spine 就是你的脊椎 就是你的脊椎 他很懂身体的力量是由这个脊椎骨在处理 所有一切动作是脊椎骨 不是整体中心先处 这个要体验就很重要 你如果体验不出来 八脊拳也跟一般的外甲拳是一样的 都是重视在外 而没有从内而向外出来 那刘老师当然有讲 但是体验不出来的很多 大概是这样子 八脊常常要参皮挂 我们的济世八脊拳最大的特征就是 除了八脊以外 还有一个东西叫皮挂 这个八脊是中心的 这个是八脊 皮挂呢是散的 它是出去的 所以这两个东西互相有互补的作用 一个是抓中心 一个是从中心散到外面 这是这两个东西 一个可远 一个可近 一个近 一个可远 可长 可短 这是八脊的 所以八脊拳常常会参皮挂 以前讲说八脊参皮挂 神鬼都害怕 对 那为什么 因为八脊是跟皮挂是用 这两个皮挂快 瘦快 八脊是正 这两个力量 调合起来就可以可长可远 对 所以描刀是披挂的东西 但是呢 在八脊呢 我们也有在练 尤其我们技嘉 那另外一个八脊拳很重要的 其实就是大腔 对 大腔跟棍 其实也是八脊拳的一个核心 那人家常常说八脊拳就是大腔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简单 你有没有拿过大腔 对不对 可能要找一个 都是门关 好 现在再上来 我们大腔是这样 对不对 一根长枪 对 这个步就是马 就是八脊拳 八脊拳的步永远都是这个步 怎么走到是这个步 对不对 像不像这样大腔 就是 长把这个 那八脊拳 就是这个步 就是大腔步 对 所以八脊拳的步就是 因为枪很大 马步一定要跟跑 所有的三间一对合 你所有的变化 左右 哼 啪 这个就发起了重点 所以它是以大腔为主 当然还有刀 还有剑 我们也有的 不是没有 但是 根是主要以长枪长棍 刀 双手刀 苗刀 双手 不单手 不爱练单手 对 我们是练双手的 像日本的五十道一样 对 八脊 这个要练 要练 靠装 靠装 然后要不然就是这个 披挂 披挂 帅拍 这都要练 这是练硬工 所以练内工的 内工就是 会不会练 比如说站桩啊 就是站桩 八脊站桩 一站半个小时 是的 我会练八脊拳 整整练 很松的 这样子两分钟三分钟 啊 换个十 慢慢蹲 一直练好 站桩 所以他就一直蹲 慢慢 好练 那最重要的是小八脊 所以他们讲说 你要八脊全练好 你就从小八脊开始 所以一开始 这舞弹的练法 对不对 这是舞弹的练法 我们不这样也 我们不一样的意思 不一样 那舞弹的练法是 对不对 这舞弹 我不这样 我的练是 对不对 好 那表演的时候呢 一样 你不停 你好 鼻子 得 要 99 两 多少 好